大家好 大家好 大家安安 我是鄭鴻宜 欢迎收听今天的报道 全世界 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 最受欢迎的这个来宾 是财讯文化事业的董事长 谢金河 谢董事长 老谢你好 鴻宜你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 感谢你来 感谢你发现的机会 感谢你来 我们先从国际形势来看 看你怎么观察 因为我觉得全世界 现在有几件大事正在发生 就是说 在过去美国总统要选择 新的美国总统要上来 现在就只有两个人 一个是希拉蕊 一个是川普 那 川普如果掉了 你觉得全世界会怎么改变 第一点 川普是一个非常不可预测的 预测的领导者 我常在讲 我说如果美国在这一次的选举 选出川普这样的一号人物 他过名粹了 而且对很多年轻的族群来讲 理论上年轻人应该更有正义感 川普一辈子好像没做过什么正义的事 所以第一个你看到 他一生从来没赚过什么钱 他打着川普大楼的旗号 他吸引全世界的大横去投资 那跟他投资的人其实都被他吃得光光 血本无归 他在用律师把你告死 第二个呢 最旧坑杀了 坑杀那个是 你看川普遗乐赌场 这个川普相关的投资 你看他18年没缴税就告诉你 后面他其实他亏损很大 那你说一个人在事业上 没有轰功伟业的战绩 第二个他该缴税 他18年没交 第三个在女人事情 他也处理了满城风雨 那这样的人出来对美国来讲 他当然他赏门很大 能收散道 但是这个对美国来讲 他一定有一个不可预测性 那当然希拉蕊油电门事件 很多的说谎 包括他跟克林顿两个人 很多的这个在过去的这个 记录也不是很好 这现在对美国人来讲是很难选择 也就是说两个都是烂苹果 但是这个烂苹果里面 希拉蕊还比较有可预测性 川普是比较不可预测 那如果川普当选 对未来的世界 那个黑天鹅我在想 2017年是非常大的 也就是说 现在2016年过了四分之三 剩下最后一季 那大家都在想 每一年其实都有黑天鹅 那我们如果现在像这个礼拜 我们看到世界的情势 有几样事情 变化非常巨大的 第一件事情 英镑 从最高的2块多 现在已经剩1.1841 它现在在1块2左右 我感受很强烈 我10年前 我女儿在英国读书的时候 我到英国参加毕业典礼 我换了69块多到70块 现在换38 我觉得不可思议 就是说英镑这10年 它下跌的速度幅度是惊人 所以我今天鼓励大家 到英国去买东西 一定很便宜 对英国这个国家来说 它这个国家的力量 一定在逐渐的转弱 就是说你币值 这样的贬法 是非常不可思议的 欧元现在1.1 那很可能欧元搞不好 这次到明年它变成1比1 跟美元 跟英镑 那这也是一个世界 你看那个货币 这种变化 是非常惊人的 所以这是一个点 另外一个点就是人民币 最近6.74 这样欧元也在扁 欧元现在已经快破1.1了 所以如果再往下走 欧元跟美元 当然就1比1的关系 所以你如果看英镑 欧元 美元 如果大家都变成1比1 这个世界当然就很有趣 所以这个是美国跟欧洲的变化 那另外一个点就是人民币 人民币 今天是到6.74多 也在扁 那它这个已经是 它两年它已经扁了17%了 那如果说你看中国的经济 我最近看一个点就是说 在1989年 六四天安门事件发生 日本刚好泡沫经济吹破 日本的国力到达空前 一个日本可以买四个美国 中国那个时候是最惨的 六四天安门所有的外资都撤离 那现在这个经过这26年 刚好相反 日本这26年来 节节败退 几乎躺在地上 中国是从汉地拔冲 中国在1986年 它的经济总量 才超过一兆人民币 现在是67兆人民币 所以你可以从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 看到中国经济的大耀劲 那中国经济的耀劲 到这里为止 我觉得它也到了一个高峰了 这个高峰如果伴随房地产 现在全世界涨的 中国的房市泡沫吹这么大 哪一天吹破 我相信中国经济一定会每年调整 所以我们如果看中国的经济 你可以看到最近一段时间 海商在大陆很难赚钱 而且很多人只好退出了 那这种情况也是告诉大家 中国经济的调整 其实两岸关系最近突然 这一年来啊 这半年转得很差 如果往前看 胭脂恢复也不知道 好或是不好 短期当然不好 那长期来讲 如果中国经济在这个地方 有什么三长两短 那两岸关系稍微冷淡一下 台商重新思考大陆的投资 我觉得不见得是坏事了 所以我相信中国经济 现在是在日政当中的高峰上 那将来一定很长时间 是往下走 那未来的世界 不管你川普或希腊尔当选 所以将来一定有一个交集 就是说美国跟中国 在力拼世界老大的过程当中 老大修理老奥的这种结构 中国一定会面临美国 施加的极大压力 所以这是台湾现阶段来讲 我想可以在观望的地方 所以你最近看到 除了人民币以外 菲律宾的批手最近突然跌了20% 为什么杜特地去骂 欧巴马叫婊子养的 他已经讲得很难听了 所以我最近看到 菲律宾的股市从8000多 他最近掉到7000多点 菲律宾的批手也到48块9毛4 那这个都已经回到1997年 亚洲金融风暴的一个低点 所以太房过市太租的贬值 批手的贬值 就规模当然比较小 但是全世界可以也是 大家看到一个端倪 就说这个世界啊 它是一个巨大变化 而且变化难测 所以大家在面对 不管你是做投资 或对规划你的人生啊 要把这种变动的因素 随时考量在身上 我觉得它有太多不可预测性 所以我们如果稍有闪失 很可能就血本乌龟 所以这个就是目前世界上 这种变动不激的环境里面啊 我觉得它隐藏一个不安 那这种不安到底以后发生什么事 没有人可以猜得准 你的意思说要更保守呢 基本上大概是 整个趋势都是这个样子的 所以台湾现在也是很麻烦 我们已经是 差不多也是趴在 半条命趴在地上了嘛 所以你看 西安的会掉还是川普的会掉 现在今天的CNN的民调是 西安的已经8% 那当然CNN不一定准 CNN是代表美国的主流民意的意见 你如果在网路上 川普很活跃啊 川普都领先希拉蕊 所以现在很多人 不敢把话讲死 就是说理论上 现在川普犯那么多大错 好像蟑螂他还打不死 但是到投票的时候呢 会不会有什么意外 没有人说得准 所以我们很难看出这里面啊 美国的选举啊 我问了很多人 大家都觉得应该希拉蕊会赢 但是呢 大家都没把握 这个大概就现在这个普遍的 看法是这个样子 那如果川普当选 金融市场会剧烈震荡吗 我相信这个震荡也会很大 比方说现在川普已经放话了 他说他当选一定会把那个叶伦换掉 然后这个 叶伦就是美国联邦准备主席 所以这个就一个就是 他对金融市场 他这个大刀一动 第一个点就是要 如果他犯掉叶伦 那对美国的传统的这种金融决策者 他是一个改变 他是认为叶伦太保守 他认为他对很多看不顺眼的地方 那这里面川普有一个核心思想 川普是主张减税的 所以川普现在 他现在登高一副说 如果他当选 第一个先把美国现在的营业税 35% 他要降到15% 然后美国的个人所得税 现在7极致 最高39.6 那川普要把它改成三极致 就15跟25 那如果25的话 比现在39.6 还少 所以对美国来讲 美国有钱人当然欢迎 我说如果你把川普放在台湾 他如果提出这样的金钱主张 马上漏选 所以这个就是 共和党传统上是小政府 那这个民主党是大政府的一个形态 所以他们两派最大的不同 会在这个地方 所以川普如果说 他真正上来减税 那对他认为美国企业 不为了避税都跑到别的地方去了 所以他认为这个不合理 所以他认为他18年没缴税 是他很省有 他知道怎么规避税务的风险 那这对很多人来讲 他是不可思议 因为缴税是国民的义务 他都没缴税 你怎么省美国的总统 这个在逻辑思维上 这个如果他在台湾的社会 那是非常不可思议的一件事 这是川普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金融市场到目前看不出来 说资金先避开川普的这种 当选的风险 现在看不出来吗 原则上现在已经开始在波动 我刚刚讲的意思就是 9月份 美国的联准会 月轮宣布不升息 那9月不升息 美国12月一定会升息 所以这个就告诉你打名牌 也就是说 现在9月没升 11月升的机率也不高 因为要选举 那就12月了 那12月呢 因为你12月要升 最近大家看到一个变化 本来美元指数都94 现在98了 那美元 就值钱了 美元现在开始拉升 当然最大的关键是 英镑欧元再下跌 包括人民币 那美元为什么这个地方开始转这么强 就是告诉你 大家对12月美国的升息 其实已经有共识了 在这种情况之下 原来跑到新兴市场的货币 开始慢慢就回流美国 所以这个美元如果继续走高 那到明年来讲很多的新兴市场 过去的热钱一定会很大的缓效果 所以你要注意 台湾其实也是要小心的国家 因为台湾在过去这一年 我们说的股市上涨 比方说台湾现在在9000 那为什么9000 因为台积电 外资已经买了台积电 快80%了 那你台积电都都在外资的手上 如果外资有一天把它杀出来 那台股会大跌啊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 台湾的资本市场 最近大家讲台湾的资本市场 那个量啊 说到你不像话了 那关键就是 你把内资打死了 那外资一支独秀嘛 那外资有支税上的优势 然后呢他资金规模又大 所以台湾现在大家都干瞪眼 就看外资一个人在表现 就是台湾现在 我觉得我们可能要好好谨慎面对 如果有一天外资从台湾杀出 把资金汇出 台湾我看三蹲地裂这种效应就跑出来了 是 好 台北的高级待会可以讲 再问一下 因为我一个朋友在中国 他在保险公司当董事 他回来跟我讲说 他去深圳 深圳竟然 现在一平的房子 买到三四百万代表 那中国平均就一百万起跳 好 他说要新房子三四百万 是啊 竟然有人推出那种两平的房子 两平啦 狗子龙最近他说不合法不能卖 八平方米 对 然后他说上海竟然有卖到一平 最贵到六百万 六百万 那个最近那个历程中国 叫黄埔一号院 黄埔一号院 推出的单价一平米 38万人民币 怕死人 38万人民币有点两百万代表 没有六百万 38万人民币 人民币你乘以五 就等于两百万 那是平方米 你换成平 平就变六百 平就变六百 对 我是说 房地产应该会放半 泡沫 他现在来讲 就中国一直在称这个房地产 所以你看 如果你要看中国经济 这个两派看法不同 习近平这边他很早就预告了 他说中国经济不是U型 也是不是V型 而是长长的L型 他就认为说 你不要拿股市房市楼市 去做为拉抬经济的手段 他再三警告 对不对 他在人民日报 用前卫人士发表署名 李克强这边是碰硬的 李克强一直在拉 所以房市的狂潮 看起来是透过信贷 给大家去 从股市 因为股市去年已经奔盘了 所以他把在股票市场的资金 开始引到房地产 让房地产再冲一波 那这个冲一波 这一次是非常猛的 也就是 除了深圳 上海 北京 三个重点以外 他现在叫做新市小龙 为什么 你如果到安徽的河回 南京 然后再到厦门 他有四个城市 现在房市的火爆是不得了的 包括成都 那这些地方 其实都是二线城市 现在他们叫新市小龙城市 那这种房价的高涨 现在已经涨到你无法想象了 所以这个就是说 当你把信贷的扩张 拉到最高点的时候 当年日本也是一样 你说日本房地产会不会泡 不会就这也爆了 那中国到底会不会爆 我相信等到有一天你撑不住 房地产的泡沫就吹破了 我看起来应该是要跌一跌 那我看韩国最近也有很多问题 韩国你看那个Nord 7 对韩国是要重商 现在讲 韩进运输 是啊 所以我在讲 我说现在这一次的Nord 7的停产 我们看韩国一个指标 8月份Nord 7出来的时候 8月韩国的出口成长2.8% 但是9月Nord 7停产 就他现在出口衰退5.9% 那这一家公司 影响韩国的出口非常巨大 所以 沒關係 那我们现在访问的是 财讯文化事业的董事长 谢金河 谢董事长 人称老谢 那么大家都很喜欢听老谢 分析整个国际经济局势 等一下继续来请教他 好 来我们先休息进广告 欢迎继续收听播度转世界 我是郑鸿怡 我们今天邀请到财讯文化事业的董事长 谢金河 谢先生 谢董事长 来老谢 韩国出现什么问题 韩国在1997年 他发生过亚洲金融风暴很惨 所以当时31家财团 他31家到16家 在这几年韩国是自知死地而后生 所以 从1997年一直到现在 韩国经历过一个非常 风光的岁月 所以你看到韩国的GDP的总量 他在2000年的时候 大约3800亿美元 比台湾跟台湾差不多 现在已经到1.49兆 1.49兆 我们还是5000多亿 韩国同样2000年 台湾的经济总量 大概成长57.9% 但是韩国的经济规模 它成长158% 换句话说它比台湾多2-3倍 那这个就代表韩国在这几年 不管产业的发展 或是它整个 是对国民所得的提升 韩国都远远优于台湾 那现在三星这一次的事件 对韩国经济来讲 第一个警讯就是说 三星是韩国独一无二的大的企业 所以它的这个三星 你看它现在全世界去年 它卖3亿1200万支的手机 它在全世界22.7% 那这个NOSAMM这次如果停产 第一个就是说市场的饼重新化 NOSAMM的品牌不能再用了 那这段时间 三星是Android的平台里面 最大号的 它是市占率最大的 那这个时候中国的华为 OPPO或VIPO这些 中国的品牌呢 它一定会趁势 开始起来 所以它会吃掉三星的大饼 另外一个比较值得注意的 Google现在找那个 宏达店做代工 Google的手机 趁此这个空档 它也杀出来 所以如果Google的手机 能够在这个地方 抢到NOSAMM的地盘 那对全世界手机的产业来讲 它一定是造成重大的洗盘 你看9月份 Apple的手机 都卖了1400到1500万支 所以这个是一个生态重组 所以三星跌这么一跤 其实对韩国来讲 经济是很大的重伤害 第二个就是说 它过去的很多的企业 它过度的扩张信用 所以韩国企业的负债比例都非常高 韩晋这次不知倒闭 就告诉你说整个全球的航商 韩晋主要大部分人在釜山 所以釜山经济 你看钢铁造船 现在情况一塌糊涂 所以韩国在这种 以中国的这个 过剩产能为主的产业 韩国其实首当其冲 所以这个状况也不好 第三个就是 韩国车啊 在这几年一直益尊华力 也就是说日元一度大幅贬值 把这个现代汽车啊 杀的片脚不留 那这几年韩国汽车 没有太多的新产品 它的销售量一直在下滑 所以这是韩国主流产业里面啊 另外一条腿啊 没有伸展开来 所以这三个重点 因为三星受创 这个现代汽车使不上力 再加上韩进这些出问题 所以这三个加在一起 韩国已经压力很大的 第四个就是 你看中国的这个 韩国的企业在中国的投资啊 他今年写下11年的新低啊 这个情况也是告诉你说 中国韩国过去 发很大利息在经营 那韩国企业跟台湾的企业一样 都在中国现在赚不到钱 所以这个双重的夹杀 那再加上最近韩国 通过一个缓贪污法 他现在吃便当不能吃超过三万块 三万韩元啊 然后呢送礼物不能超过五万韩元 三万韩元是多少钱啊 你出一千啊一千一百多啊 三万韩元差不多三万出一千 就是两百多块啊台币啊 所以 吃饭吃饭不能超过两百块而已 所以这个就告诉你 韩国现在这个他反贪污法一过以后 就那个对那个市井市况的消费啊 其实很大的压缩的效果 所以这几样事情现在加在一起 对蒲警惠来讲 我看他疼得没了 他的情况跟小英现在都会面临同样的困窘 所以韩国在这一次如果说他没有调整好 他这一次的压力很可能是1997年 要从金融风暴以来 相对压力最大的一次 那为什么这个Samsung的Note 7 他找不出原因呢 为什么会爆炸找不出来呢 他原来也是SDI 他自己三星SDI的电池 他觉得自己的电池出问题 后来他把那个电池的生产 就委外 就中国大陆就要创新科技公司 再帮他做电池 那德赛也做了一点 那现在这个 换Note 7新款的手机 用新的电池又爆炸 所以现在就变成说他到现在为止 如果三星不能够从电池爆炸的原因 给全世界糟糕世界 而且把真正的病因找出来 全世界大家都对Note 7的手机 要上飞机都抵制 对他来讲我相信这个是伤害太大了 因为你出国 你每一个人都要带手机 那这个时候如果说我出国不能带手机 我宁可换贝勒品牌的手机 那这个一换再换回来 机率就不高了 所以我觉得对三星来讲 而且他这次我觉得很奇怪 就是说他在处理这个爆炸事件 以前三星的速度非常明快 这一次有点头泥带水 而且不甘不脆 所以这个有相对诡异 我搞不懂 我到现在为止还搞不懂 这个原因到底在哪里 那如果要谈诡异的话 那我再请教一下老谢 赵峰今天的事情是你去第一城 所以大家才开始重视嘛 对不对 因为他被美国罚那么重的钱 那现在讲说是物质 那些人头跟台湾都没有关系 你有相信吗 这里面有非常多不可思议的地方 就我今天大概找了一份报纸 就是说赵峰出事情的时候 这个工商时报在二版 登了一篇很大的文章 他说台湾追击赵峰事件 让巴拿马政府非常不爽 然后巴拿马跟台湾断交 那这个事情我看了我就觉得 他是知情人士讲 那这个登一天后面也没有下文 我说哪一个知情人士讲 你就站出来讲啊 对不对 那这种是纯属幻化 那纯属幻化 你自然会登在二版整版 那我就觉得这个非常奇怪 那这个事情到现在也没有人继续去追 到底怎么回事嘛 这个意思是说不要再追了 要不然就断交了 对 那就是说 显然这个事情有人幻化 幻化的人他又不敢跳出来 那事实上在赵峰的 发生的第二天 蔡有才先生有打电话给我 我那天正在爬山 收信也不是很好 但是他告诉我说他去体检 为什么他说他解释啊 我在脸书写说 这个赵峰前董事长 这个要负很大责任 他在解释这个原因 那他意思是说 他去体检 身体都是红字啊 他妈妈有阿滋海默症 他说一定要辞职去照顾母亲 那我说你辞了 后面要去做建基的董事长 我说这事情会大条 我说如果你辞了就辞了 也许这个事情就小事啊 那我说你辞了以后 又当建基的董事长 我说你要挑战中信金的经营权 我说中信金背后有很多政治高人 我说你能够对抗他们吗 我说小心啊 我说我只讲小心 这没想到后面 他被受压是因为对 对润泰集团的换款 这个就原来是回一手势 就是说我完全没有意料在这个事件上面 所以我那天看到他电视被收压 整个憔悴我心很不忍 他毕竟我认识二三十年了 老朋友了 那我觉得这个事情照封到现在为止 没有人搞懂到底怎么回事 那我觉得现在其实新政府在处理照封事件 也是脚步迟钝啊 为什么 我刚刚讲巴拿马政府那个谎话者 到什么小数点看错一个位置 我的意思说如果你要这样讲 你就把原始文件搬出来给大家看 到底是不是看错 那看错这个后来 他不是有立法文件去看 是啊 但是也没有对这个事情有交代嘛 对不对 所以为什么到现在为止 就是理论上赵峰的这个疑似洗钱事件 是发生在2010到2014年 这个都在前朝发生的事啊 大家感觉好像民进党有人在洗钱 我们现在政府当局有手投鼠忌器 这个大家都觉得最不可思议的是这一点 但是到现在为止 你看大家都各催一把号嘛 而且没有人知道真相啊 也就是说到底谁在洗钱没有人知道 然后呢这里面的过程 到底是谁犯了大错 也没人知道 所以这是荒唐的事情啊 所以你也只能用荒唐来做结论 那当然就是你这个事情 我觉得不清不楚 理论上这个事情可以很明快的处理 这是民进党还是国民党的生活 现在 原来大家认为是国民党在洗钱 但是你弄半天 你抓不到国民党任何的把柄 曾明中也讲说 这没有一把钱从国内汇出去了 那这个时候你等于给国民党抽罪的机会 那这个时候大家会怀疑 到底有什么难言之隐 所以我觉得林权院长在这个事情上 不够明快 所以当然这个帐 有一部分的帐 会记在民进党头上 真的会有4亿多美金写成 44亿多美金吗 我觉得可能性不高 为什么呢 因为你看会计报表 很多数字很大数字都有痘号 比方说你100万前面有个痘号 然后那10亿前面有个痘号 所以我们看那个痘号 就知道大概多少钱 因为你不可能 你去那个后面有几个零 你在那边数 通常不会这样 所以你一旦发现你40亿 后面是痘号在市的后面 40亿美金 痘号后面 那如果你少一个零 那个是 后面没有痘号 所以我觉得可能性没有很高 但如果你要这样讲 你就把原来的会计上册 都端出来给大家看 就是你到底是什么地方 上网公告 都没有关系 秀一下给大家看也好 那我想这个事情也没有 就这样不了了之 我觉得 都一个人少一个零 我是不太相信 刚刚老谢的意思就是 本来是国民党 进来发生的事情 处理到大家都觉得 民进都有贵 对吧 大家以为民进党在洗钱 对 对不对 这太离谱了 好 等一下回来 我们继续请教 财讯文化事业的董事长 谢金河 谢董事长老谢 来我们先休息进广告 好欢迎继续收听《波动转世界》 我是郑鸿怡 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老谢 财讯文化事业的董事长 你看蔡友才会干吗 我不知道啊 因为他现在收押的罪名 看起来是抄贷 以银言良的实力 他到哪里去贷都可以贷 所以这个事情看起来 好像收押 我感觉有点太over了 但是实际状况 我们也不知道到底怎么回事 所以我也不能评论 但是这个事情我觉得 有关单位 你有权利的人去侦查这个事 应该要给大家一个交代 你如果相较于 赵峰这种查的这么彻底 一直传讯人 热声是太重化了 也就是说热声 从发生事情到现在 我们是漫不经心 但是热声的受害的人 他的影响规模 两万人 演大于赵峰 但是好像 我们现在主管单位 不太care 热声你知道高级 到今天我查纯 十七块钱 是啊 他最高多少 194块半 194 你觉得热声是不是一场骗局 热声从头到尾都是骗局 都是骗局 所以热声的第一个时间 我在脸书我就写了一篇 我说这个是假收购真诈骗 因为所有的这个 你看那个什么白齿甘头 白齿甘头 日本公司 日本公司 取名字不会叫白齿甘头 没人日本公司在河里面 这里面 你那个股权 重重的跌跌塌塌 这个不可思议 然后许金龙这个人 本来就有一点争议性 他找了很多政治人物背书 这是一个疑点 第二个就是说 你一家游戏公司 本来是小公司 你把它搞得这么大 我刚刚跟他讲 我热声刚开始我讲 他是游戏的美工的后制 我说这个就跟我们办杂志 做美工一样 我说这个是没有什么产值 产值很低 那你怎么给他保到100多亿 而且花了一大堆CV 大陆病了两个 厦门那个57亿 那都非常可怕 就是说你后面这个 几乎都是在玩金钱游戏 那这一家公司 这么样的可疑的时候 我们有关单位 并没有人真正认真 去了解究竟怎么回事 所以将来其实大家去看了 就说像投审会放行 包括签证会计师 包括在这一次中信证券相关的 你发行这个要收购的 乘坐的金融机构 保管银行 我觉得你都应该负责任的 但是我们好像有关单位 比方说你在习金融的征讯 这个法院攻防就四次 那有点不可思议 那大家就觉得 陆生让这么多人 把医生的积蓄都弄丢了 但是我们有权利去 来处理这个事情的主管机构 大家好像跟你没关系 大家好像挤挤挤 所以现在这么多人生计 还听说有人自杀 搞到最后你会发现 这个是影响台湾太大的 因为等于100亿 在市场上增化 那对所有的善良投资人来讲 是交代不过去的 那你怎么看待 尹启明、陈文倩跟李永平 这三个人的角色 基本上我对读懂的看法 全台湾我对读懂最早讲 我说你要把名字借给人家用 你要承担得起 为什么呢 我说大家都看到那个读懂 领千万年薪的时候 这个好像读懂是令人羡慕的行业 我说读懂啊 如果你没把握 最好不要干 为什么呢 如果公司出事 你要承担无限的责任 那我们经常在看读懂都抢到 享受利益的那个面 但从来没有人正式去损失说 你当读懂要付什么代价 所以这几年其实 也有了很多人找我当读懂 我没有一家答应的 为什么 你一定有很多人出的 我说 我们本来做媒体的人 就在监督人家 那我说 我去给你背书保证 我名字放在这里 那将来我的媒体 连要报导你都很不方便 所以这是我 一开始我觉得我不能当读懂 这是原因之一 第二个呢 我说 如果你心存邪念 你拿着我的名字 在外面做了什么坏事 我必须要承担 那我没有这个把握 我当然最好不要 那我觉得你不要为了 懂监酬劳 然后去帮别人去做保证 这个保证就跟人要借钱 你去做担保一样 都存在极大风险 所以前台湾我对读懂的角色 我是最早提出主义的人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们金州官梁士兰告诉我 他一辈子都不要当读懂 我说还没关系 那我说 我们要有这种认知就好 我说 这个要刮别人的福祉 你就千万不要掉进这个陷阱里面 所以我还是奉献大家 就是说 你要当读懂 你要对这家公司 有十成的把握 你一层没把握你都不能做 就是我们现在要认知的 那我觉得像肉声这个事情 也许像李永平啊 这个陈文倩啊 他们只是 这个善良的人 被洗金融拿来当人头用 我觉得尹启明现在比较有争议 就是说他做过经济部长 也请了洗金融去当资策会的董事 然后他卸任之后 又到肉声去当读懂 这里面有一些挂天理下的 没有避嫌 那这个其实我觉得 应该给投资人一个交代 因为现在你要知道 这个大家人脉上的用来用去 如果你有一些交代不干净 其实都是一个 很让人感觉到痛心的事 所以我想读懂 我还是呼吁大家 现在拥有好几个读懂的人 必须要爱惜自己的义毛 不要把名字随便 擅自借给别人使用 那回来再讲说 赵峰那个事情 因为赵峰金控的董事长 后来找徐光熙 那徐光熙以前就做过 赵峰金的总经理 那徐光熙就是 澎湃南的大小生的 事后是说 澎湃南 是 成功替国家有功 美国花很多钱 赶快找澎湃南 有关系去跟对方讲 所以 罚款金额降低了 那有些人就讲说 不 澎湃南里面 赵峰金他著力甚深 我们是外界有误会 澎湃南吗 基本上 国内的金融人士 我想彭总裁过去 有很大的影响力 所以 我跟蔡友才先生 关系 我认知他二三十年 他跟彭总裁关系很好 这是我想我了解的事 比方说 赵峰这个事情 赵友才说 要习光熙都没事 这个看起来是不太对等 也就是说 如果你从追究责任的角度来讲 让人 觉得非常怀疑 这是一个点 那后面 比方说 有人现在问财政部长说 你尊重没事 他说他也没有签公文 他说公文不是他签的 那不是他签的 那就吴当节签的 市长有两个啊 如果他没有签 那就吴当节签的啊 吴当节还能够高升 这个 现在华南金控的董事长 那 当年 现在土银的董事长林中元 也是赵峰金控的董事 他在国库署长的时候 他一点事情都没有 所以在这个惩罚名单当中 很多人跟我讲 他看到一些私心 就说 也许 跟有权力的人 关系好的人 他就在这次 拖银 就豁免了 但是 关系 像倒霉的 蔡友才等于是 社会上把所有洗钱的罪名 全部由他担 这最后是收押 所以 这里面有一些不平之名的声音 所以 彭怀南是 是一个被冤枉的角色吗 这个很难讲 现在如果说 像你去查证一下 他不是写信到美国的 这个纽约的联准会吗 那 是不是确认一下他有写这个信 然后是中间的谈判过程 我看周一寇也在追查这个事啊 那我想他应该 写那个信也代表他在这个事情里面 他也是在其中嘛 其实我觉得 像袁启明这个事情 就是说 他 如果你真的要 要 起诉他或说要他 是有那个 理由啦 因为你当大官的时候 对许金龙这么好 然后你卸任之后 你又去当他的独立董事 这已经有利益上的往来了嗎 这个如果阿扁时代 阿扁如果到 你看到2008年在整肃那些官员的时候 很多民进党都这样被收押的 对啊 对啊 这是很恐怖 好 我们现在访问的是 财讯文化事业的董事长 谢金河 老谢 那台湾的古市 台湾的榜 这个榜底山到底会如何 等一下继续来请教老谢 来先休息一下 好 欢迎继续收听 《报道全世界》 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 财讯文化事业的董事长 谢金河 老谢 房地山会继续摆吗 台湾其实股市也好 房市也好 都跟税有关 我已经差不多骂三年了 房地产 我们原来持有税 或房屋税 都偏低 到张金河出来以后 他就把它弄得很高 平均大概有差五倍 这个税卡上去之后 他新的税制在台北市 推出来以后 豪宅从此没有成交量 到今天为止也没人买 所以 税 我觉得 它是经济活动最重要的游戏规则 这个游戏规则你不好好去定 你把它弄得过度的严苛 它一定会损及相关的经济 房地产就因为税 所以我们现在你想 如果你有一栋房子 你要卖 你第一个要刻什么 第一个 如果你是2014年7月1号交屋的 现在就是皇帝和一所得税 按市价刻 所以如果你超过1000万 刻45% 那45%你就4500万就不见了 就1000万的单价 一亿就刻4500万 那旧制就按照房地交易所得税 财产交易所得税 再加土增税 这旧制 你买卖里面 买方付契税 卖方付地价税 土地增值税 现在房子你没有卖 你每一年都要交 地价税跟房屋税 所以你一弄房地产放在你身边 它简直像爆炸弹一样 横本极高 所以如果你买到 又非制用的话 你买的房子 是2014年7月1号交屋的 一副乘以1.2 两副乘以2.4 三副乘以3.6 再换算路端粒 路端粒如果像地宝那边 你就1乘以300% 所以大家的差距会 差到27倍 也就是一般的 如果你买个8000万的房子 你可能房屋税 一年交200多 200多万 所以你现在 不会有人买房子 所以房屋的交易 现在就越来越冷清 那这个就等于到有一天 大家撑不住了 有房地产崩盘 他开始有人要买 所以那个就要等到有一天 什么地方 开始房地产交易量放大 房地产才能找到底部 这是一个 我常讲说 你没有看到房地产崩盘以前 你不要出手 为什么 房地产这个时候 买到的人 是痛心疾首 所以短期来讲 我觉得 你不管怎么讲 房地产在台湾是没有机会的 但是帮那天一定会来 撑到最后一定会崩盘的 就是说你现在 贷款去买房子 看你能撑丢久 因为 房地产现在不会涨 而且你不断的在付代价 有人付房贷 付管理会 付到最后一定有人出不消 等他出不消以后 他就趴了 所以这个是要看你熬多久 这是我对房地产的看法 那股市呢 现在台湾 我们已经冷冻到机会 我们最近的五六百亿 其实就告诉你 这个是警告讯号 而且 比较要小英这种要注意的 小英从520到现在 股票交易量不但没有增加 还一直在萎缩 如果你扣掉外施 那更不像话了 我们现在 这个周转利 今年大概全年 不到60% 这不到60% 我们最高的时候 1000多% 最新的4.8% 对啊 这个是夜周转利 所以我换算全年 大概不会超过60% 那这个成交量 现在如果你 连OTC加起来 800亿出头 如果不算OTC 大概就700亿出头 那这个情况 如果外资再扣 40%到一半 那次已经很少了 所以 股票市场是 整个产业发展 最重要的一个 后勤资源的 供应的角色 那股市 没量以后 他整个就趴下去了 所以台湾如果你把股市弄死了 房市也死了 台湾两只脚大概就断了 断了 现在你说拼经济 你哪有门路去拼 所以台湾其实往后看 未来前景是很悲观的 所以这就是我们现在看起来 如果小英的政府 他还是 把过去国民党的那套税制 无限上纲 像最近还有一个要小心的 就是明年大家已经知道 你的长照要上路 现在呢 长照上路以后 你的移征税要调到20% 调到20% 今年当他正宜税一到九月 140澳以成长73.6% 遗产税成长70.3% 那两个成长70% 大家已经想尽各种办法 先跑了嘛 那这个到明年 你如果真的调到20% 为了长照 我不觉得小英政府 能够从移征税调高里面 拿到什么好处 那搞不好减少 那这个就是说 你在联金改革跟长照 两边要不要负倍受底 我跟小英总统讲 就是说 你应该是联金改革 有具体成效之后 再来退长照 而且甚至你告诉大家说 我的手都替代了100% 我如果把它减到70% 我把30%拿来做长照 就是你以后退休 你在长照上你可以私自享有 我觉得这两个配套 推起来阻力 比较不会那么难 但是如果你两线要作战 一方面你的联金改革没有成效 长照呢 又要耗掉很大的财力 我觉得搞不好 两个都最后是双输 那这个可能是 我们最不愿意见到的局面 财经理想办 这个金管会 财政部 经济部 这一些你看 他们是改革的能财吗 我很早就讲 我说小英总统找林权当院长的时候 我就觉得有点心里有点寒意 那林权院长再找洗衣者当部长的时候 我就知道大概 这盘棋很难走下去了 为什么 我很早就讲了 我说洗衣者是比张盛和还张盛和的人 那张盛和是什么人 张盛和当年你可以看到 从政手税到富人税不断的无限上纲 最后国民党丢掉政权了 那现在林权院长所找的这批人 所以最后把他称为老蓝蓝 也就是说他们的思维是在过去的财税帮既定的那一套 所以他们的整个对租税的观念 就还在张曾继位教授的那个患愁当中 所以虽然政党轮替 但是呢 到现在为止你基本的财经的政策 还是在国民党的时代嘛 所以国民党为什么丢掉政权 是因为你错误的财经政策 现在林权院长就把这个原来的班底 全部照单全收 而且呢又加码演出 所以我相信现在看起来是不太妙 最后一个问题30秒就好 到现在我看丁克华卸任 就是说这个离开经管会以后 现在找没人 因为我们现在院长大概会指他身边的人找 那这个时候身边能找的也不多了 你能竟认一个人吗 我不知道 你觉得较好 我不知道这个事情要林权院长拍板 所以现在如果按照目前用人的格局 我觉得大家恐怕你要找人会很困难 OK 好我们访问的是财讯文化事业的董事长 谢金河 老谢 感谢老谢接受我们的访问 谢谢 谢谢宏宇 谢谢大家 好那我们今天就进行到这边 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拜拜